那頂到底,頂太久 你就會怎麼樣? 哈哈哈哈 不要這樣 哈囉,你好 我是萊斯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這一片就完全是一個智爽片 為了迎接Steam上面的三霄元年 來介紹一下最近又迷起來的 寶石方塊3 寶石方塊3於2010年12月7日登上Steam 評價是1795片的95%壓倒信號 是個很了不起的三霄遊戲 這款我知道最早是出現在臉書上的網頁遊戲 後來還知道原來當初流行的即時通訊軟體 MSN上面也有 另外也有人把它用UI介面 做成魔獸世界的小遊戲 在當時的魔獸世界還沒有很方便的系統 每次要等人出團都要等個勞半天 7點集合、7點半開團 結果弄到8點半才開打 加班到半夜1點是家常便飯 這個時候大家都會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寶石方塊就是其中之一 寶石方塊就是一款經典的三霄遊戲 如果你以前有玩過 你對這款一定不陌生 但是如果你以前沒有玩過 我覺得這款很值得擁有 原價148元 現在東特折扣只要59塊 我非常喜歡這款遊戲 之後特賣一定會再推薦到它 以前的寶石方塊 就臉書的網頁版 只有資源競速模式 在當年臉書遊戲最初期 有幾個業遊霸主 那個時候的傲勢天地 或是類似的模擬策略 網頁網遊都還沒有出現 統治天下的是寶石方塊 餐城 Castle Edge 跟看西農場 這幾款大概是我所有朋友圈中 八成以上的遊戲了 現在寶石方塊的付費版 總共有八種不同的模式 玩法也算是對寶石方塊中 比較多變的 玩法也算是寶石方塊中比較多變的 我當初對寶石方塊的熱愛 我現在還是能夠想像一下 當初還寫了六篇攻略 教人家怎麼玩三宵遊戲 六篇耶 我魔物獵人好像都做不到六篇 當時可能遊戲太少可以玩了吧 現在一篇了不起了 就這一篇了 各位別擔心 我馬上來分享一下 這款好玩在哪邊 寶石方塊 現在有經典模式 撲克模式 無盡 蝴蝶模式 鑽石 任務 冰封爆和雷霆等多種模式 玩法都蠻特別的 而且每個人著迷的都不太一樣 我自己是最喜歡雷霆 它是早期點出競速模式的改版 一開始會給你一分鐘的限制時間 你在這一分鐘內 盡可能的轉動方塊來取得最多的分數 寶石方塊和一般方塊不一樣 它是即時制的 而不是回合制 只要你的手夠快 一秒內要轉動四五個寶石是沒有問題的 不像是一般其他遊戲的三宵 每轉動一個方塊 你都需要等它動畫演完 寶石掉落完之後才可以動下一個 這樣做的好處是 遊戲的節奏感很強 步調很快 在玩遊戲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任何一點空閒的時間 那你們也知道 身為一個現代的男性 練練手術 已經是基本的技能了 壞處是程式會比較不好寫 可能會有一些意外的BUG 那有一些特別的技巧 我到現在還不知道是不是BUG 甚至不知道位移技巧有沒有被改掉 Anyway我們就要來聊一下 競速的雷霆模式 我最近在玩的時候 就有觀眾跟我講 它最高達到100多萬分 後來也有別的觀眾跟我說 它也是100多萬分 可以挑戰一下 他說它是他臉書朋友裡面的分數最高 我當下就覺得好像哪裡怪怪的 可是又說不上來 後來我玩了一下 我終於想起來了 百萬分算是蠻基本的 那我講一下它的基本規則 開場的時候 排掉下來就可以開始了 一開始只會給你60秒的時間 時間到了就算結束 在排面上會出現幾個加時間的方塊 如果消掉時間方塊 它就會把時間累積起來 在60秒用完之後會進入下一個階段 你剛剛累積的時間就是第二階段的時間 在第二階段也會有一些加時間的道具 也是累積到第三階段 總共會有6個階段 如果你每次時間方塊都有消掉的話 每進入一個階段 你寶石消除的分數也會成倍 所以越到後面消除方塊的分數就會越高 那這邊有一個重要的規則 如果再進入下一個階段 你的排面上還有時間寶石 時間寶石會被吃掉 就沒有了 會變成爆炸的寶石 基本上沒有吃到就是虧 5秒10秒 在這個遊戲算是很久的時間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遊戲好玩的重點 它在連續消除方塊的時候 會有連段加成 這個連段如果有持續 每次會出現Speed加100的獎勵 最高是1000 而且在Speed1000之後 繼續連續消除寶石 左上角的集氣條會慢慢補充 充滿會進入Blazing Speed的狀態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以前都是說Rush狀態 在Rush狀態的時候 你每次消除的寶石 都會直接附帶爆炸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每次都會爆炸 它就會附帶洗牌的效果 在不同模式中 不但有不同的規則 連落珠的規則都不一樣 一般模式中 如果落珠落到最後 沒有解 就是完全沒有得消 整個遊戲變成死局 就會遊戲結束 但是在競速模式中 它最少會給你一個解 如果場上完全都沒有解 它落珠就會落有解的給你 這會造成一個很奇妙的問題 因為競速模式中 你可以同時動好幾個不同的三消 可是如果牌面下方都沒有任何可以解的牌 你就得等到方塊掉落的時候 才有機會可以解 你這樣要等到方塊掉落 整體上會浪費很多時間 這樣就是牌面整個爛掉的狀況 這個時候 我就只能靠Rush 想辦法的把牌面炸空去洗牌組 先講一般狀況 一般在解體的時候 有的人習慣由上往下解 有的則是反過來由下往上 由上往下解的好處 上面的牌先動 就不會動到下面 如果眼睛餘光瞄到下方還有牌可以消 就可以先存著 等到感覺連段快要斷掉 又沒有找到新的牌組的時候 就可以把下面的牌消掉 順便洗一下上面的牌組 這樣的打法是比較穩 一場遊戲Rush的次數也會比較多 這種會比較適合新手 在連段上相對穩健的打法 如果是由下面往上消 好處是連段會比較多 因為每次動下面的牌上面都會動一次 而且因為一些牌組計算規則的關係 這樣會很容易的可以自動做出一些爆炸 或是雷電的寶石 玩起來順的時候爽度會很高 會很自我感覺良好 而且旁邊看的人會覺得你很厲害 壞處是如果下方的牌動到沒有得動 因為上面的牌組也是一直跟著你在動 所以上方的牌面會一直在落珠的狀態 你眼睛如果不夠快 又剛好沒有看到可以消的寶石 很容易就會讓連段會斷掉 這遊戲的連段太重要了 那喜歡怎樣玩完全是看個人 如果要拼很極限的高分 用後面這個方法就是由下方往上消去拼天降連段 就算你的技術沒有到 眼睛不夠快 運氣好的話還是可以拼上去 另外在Rush的時候 因為每次爆炸都會動到牌面 所以建議是左右左右消 例如說現在是在消牌面左邊的珠寶 當炸左邊的時候 左邊會跑一個動畫 然後上方的珠子會落下來 你在動左邊寶石的時候 在等它跑爆炸動畫的那零點幾秒 你眼睛就要往右看 看右邊哪邊可以動牌 最好的狀況是左右左右連續動 一般能左右左右動的人不多 不用羨慕別人 現在你也辦得到 那這個其實有很多技巧 包含控制消住的節奏 給自己偷一點時間來搭成連段 還有一些三消組合的排行 那以前還有一種可以位移轉換的技巧 把原本不能五連的寶石 運用一些很難用的Bug讓它五連 在以前的版本 有在拚高分的 這是基本技巧 現在的版本 不知道是改掉還是我手慢 我一次都沒有成功過 好啦 雖然是自爽片 但是我還是介紹一下其他的遊戲模式 撲克模式也是在轉寶石 但是沒有時間限制 它讓你每回合動五次排 依照你消的寶石決定排行 像是一配兩配 三條 葫蘆 四條 五顆或是五種不同的顏色 每種都有不同的對應分數 就也是拚高分的遊戲 寶石撲克的核心玩法 就不是拚速度 或是拚眼塊 它會比較重視策略 你完全不需要去注意連段 你也不要去管四顆或是五顆 L型寶珠的合成 就是想辦法讓這一把牌 或是下一把牌 可以拿到高分為主 例如說這一把 你有三個紅珠 你可能會想要存到下一把拚TD 這一把就先試試看消個五色來洗洗牌這樣 蝴蝶方塊也是動腦的玩法 排面在最下面會出現各色的蝴蝶寶石 蝴蝶會一直往上升 你就想辦法把蝴蝶消掉 不要讓牠被蜘蛛抓到就好 這種除了比較吃策略以外 爆炸跟閃電寶石也蠻重要的 因為有時候牌就是比較不好 你很有可能沒有適合的寶石可以消掉蝴蝶 就可以利用爆炸寶石把蝴蝶炸掉 偶爾喝酒回家睡前我會玩一下 冰封爆就是比較拚速度的玩法 可是我不喜歡 它開始的時候就會從最下面 慢慢的射出一條水柱 這條水柱會慢慢的往上面頂 只要你有消到同一條路 線上的寶石 水柱就會往下 那如果一直都沒有動到 那個水柱就會頂到底 頂到底頂太久 你就會怎麼樣 就會牙掰牙掰 牙掰太久之後 你也知道 就去了 遊戲就結束了 這種雖然是拚速度 但是底色的水柱 看起來眼睛很花 而且玩起來沒有雷霆爽 爽感差很多 挖礦玩法的話 就蠻一般的 你消掉寶石之後 就可以挖土 有的人很愛玩這一個 這也是唯一會自動生成彩虹珠的模式 我自己是覺得很無聊就是了 它有時候會生一些道具出來 但是這些道具 好像就是加分道具而已 最後一種是任務玩法 這種就比較自由 我最近也有在玩這一種 它會有各種不一樣的玩法 除了原本就有的模式以外 還有新增一些其他種不同的小遊戲 整個玩起來還是比較多便 關卡長度也不長 各種玩法搭配起來也比較不會膩 但我覺得寶石方塊 真的是一款非常經典的小遊戲 現在的價錢也不貴 買起來收藏也很不錯 我自己目前每天都是會玩個幾場 它有點取代當初爬塔的存在 可能剪片或是寫腳本累了 會玩幾場 睡覺前或是開台前 也會玩個幾場暖暖手 消磨時間算是蠻好用的一款遊戲 不要整天睡前都在這邊玩Miro 小時候爸媽都會講 你現在怎麼對身體 你長大之後身體就會怎麼樣對待你 要好好善待你的身體 不要讓它過度勞累 我之前為了拼高分 原本還打算特地買平板來玩 還好後來忍住了 專門為了玩這個買平板 也有點太扯 對於這款有興趣的 我覺得買手機版的也可以 無聊等人的時候 刷個一兩場也是蠻不錯的 好啦這片差不多就交到這一邊 訂閱什麼的 吹了這麼久 吹不出來我也沒辦法 就有機會啊可以來看看我的twitch實況 我是萊斯 謝謝你看到最後 大家掰掰 那如果一直都沒有動到 那個水柱就會頂到底 你這樣我沒有辦法錄阿 我知道但是很好笑 那頂到底頂太久 你就會怎麼樣 你不要這樣忍住 可是我沒有辦法錄阿 那頂到 頂到底頂 頂到底頂 哈哈哈 哈哈 ucking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